穿着恨天高的明星,黄晓明和张天爱超尴尬,杨颖范彬彬爱穿驴蹄。 身高是女明星永远的痛,爱一劫丑一劫气场少一劫。 这张有名的合照,虽然唐嫣穿得跟不带一样,而张天爱的衣服最出彩,出来的效果还是最高的唐嫣最显眼。 张天爱虽然号称身高168,穿红样的高跟鞋比官方身高172的唐嫣爱已经很尴尬了, 更尴尬的是跟杜鹃和白百合同框还是爱那么一大劫。 要知道,张天爱是很天高,171的白百合是普通高跟鞋,178的杜鹃是平底鞋啊。 身高比较尴尬的除了女明星还有男明星,黄晓明的这双恨天高是战虚了,大肠和碧穿,鞋跟不比旁边赵薇的低。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官方身高168的Angela Baby,走哪都是驴蹄。 在10厘米的高跟鞋上再加防水台,分高15厘米左右。 虽然丑,但是为了高,也是一定要穿的。 因为平底鞋它就变成了55身,还暴露了身高。 泛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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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� 杨米泽对于时尚比较在意,鱼蹄实在太丑了,她宁愿点着脚走路。 到底穿这样的鞋是怎么走路的? 唱跳的女明星比如邓紫棋就没有在乎高跟鞋一定要好看这种套路,她们偏爱高跟靴。 丑但是可以无限高,还比较稳定。 张辉妹却为了高到了另一种境界。 虽然摔过,但是穿这种鞋还能跳舞,真的是神人。 尚文杰的鞋更是直接向Lady Garda看齐。 要高还要舒服好走,就只能丑了,阿娇的很多恨天高就其丑无比。 谁能算得出这种鞋到底能增高几厘米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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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